好天气不好那就在室内活动吧 在世贸举办的婴儿和妈咪用品展来到第二天 婴儿必须用品像是奶粉还有尿布都有折扣 奶瓶组更是打出了对折的优惠 虽然今天是上班日 但还是来了不少的准爸爸和准妈妈 一开始 进场的爸爸非常的激动 我们的商品都有掉在路途中了 穿着猫熊装向前冲直奔舞台前 抓起一把用一把的婴儿用品 连婴儿推车都一起搬走 这么奋力都为了抢第一名 把商品一公斤一元带回家 他就来参加活动 然后赚奶粉钱 我们要再帮你也对折托人家 婴儿与妈咪用品展来到第二天 尿布奶粉都有折扣 吸引不少民众争相询问 还有奶瓶之类的婴儿必需品 价格都开出对折 80组库存一天就通通卖光 我们昨天光是这个新增组 就卖了60组是食品卖完 然后预购的组别有到20几组以上 还有今年新上市的抛弃是奶瓶 方便妈咪外出使用询问度也超高 其他稍稍有瑕疵的NG商品 像是一元的婴儿袜 还有50元的儿童马桶桌垫 都以同伴价就能带回家 但就觉得这边东西可能会比较便宜 或者是东西更多吗 选择多 但是价格还是要比一下 先准备一些名声必需品 会用到的东西 对 要看逛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但也有厂商逆向操作 推出20万一组三件市的婴儿所推车 要强攻紧接课程 不过现在喜机拜拜 新手爸妈负担更大 业者抓住消费者心里便宜 才是刺激业绩的万灵单 有点TV 林田绿轩台北报道